高雄市今年因为预算的问题 取消了龙州竞赛 不过全国帆船锦标赛就在高雄举办 也吸引了全台各县市 总共超过了180组的队伍 报名参加 帆船百会这个会师的盛大场面呢 也吸引了大批民众的围观 当中有不少的小小帆船好手 像是呢8岁的小玩家 长起了风凡气势十足 另外呢还有来自俄罗斯的10岁双胞胎 在帆船上的英姿不输给大人 蓝天大海帆船扬起风帆 乘着海风出发咯 帆船神气的乘风破浪 一艘又一艘 不管是并肩而行或是来回交错 都让岸边的帆船迷太为观止 学快两年 其实有救生意不会怕 百帆会师的盛大画面实在难得一见 今年的全国帆船锦标赛 就在高雄西子湾热闹举办 帆船好手们除了PK平衡感 还得掌握风向 但驾驭帆船可不是大人们的专利 今年的帆船锦标赛 当中可是有不少小小的帆船好手 八岁我蛮喜欢的 为什么 开帆船很好 这位弟弟个头小小却满肚子帆船精 这位帆船好手他只有八岁 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帆船 现在驾驭帆船的模样已经不输大人 而这一对来自俄罗斯的小小双胞胎 也只有十岁 站上帆船一样也是驾驶十足 在海参会很冷对不对 这里高雄比较热 高雄又很乱 高雄又很热 很热很热 今天很热 今年的帆船大赛 一共吸引全台超过180组队伍 报名参加 各路帆船好手齐聚西子湾 场面盛大 而这次的比赛当中 也会争选代表参加亚运的国手 为台争光 这一部是黄佩如 高雄报道 好 好 好